你们这都是咋的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 别像个温基似的 搭了这个脑袋 有我在 你们 就别跟着瞎操心 晓风的情况啊 确实不适合待在赫山 大姐 你听剧圈 收拾收拾回省城吧 刘阿姨想的周全 城里条件好 应该去城里 妈 算我求您了 回省城吧 还商量啥呀 这次必须跟我们走了 来的路上 我跟小脸商量过了 在我家旁边 再买一套房子 让您跟晓风搬过去 也方便大家照顾 阿刀吧 我哪儿全干啥呀 我家地方够大 能住得下 是啊 比医院还近 环境好 空气也好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跟晓风留在赫山 妈 您一个人待在赫山 我们都不放心 况且您现在还要照顾晓风 这 这怎么能行啊 医生都说过了 晓风要待在他最熟悉的环境 才有可能恢复 再说了 他昏迷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说要回家 要跟妈妈在一起 我是他的妈妈 你们谁是啊 哎呀 晓风从小就在赫山 他是喝着这儿的水 看着这儿的井 玩着这儿的土壳的长大了 这儿的土壳 以后呢 我就常会跟他念叨念叨 也许哪一天 他这个大脑袋 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 明白过来了 也许就醒了 也许忽然间哪一天 他就坐起来 喊我一声妈 你这个天真部 都是小朋友 其实你那个 我和她是妈一胎生出来的 你们别不信 我俩真的有心灵感忧 从小就有 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俩知道 我留下来 对她的康复肯定能起到帮助 也不至于让妈 一个人怎么操累 一个人怎么操累 小巧 小巧 我不同意你留下来 你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妈 对不起啊 这次 我真的不能听您的了 我必须留下 就这么听了 然后 我每个月拿出一半的工资 铁铺加油 爸 不用您出钱 这钱我们拿 对 我和春梅也可以出一份 周青的钱我留下 于是她亲爹出这个钱天经地义 你们其他人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妈现在不缺钱 等妈缺钱的时候 会去找你们的 我不会客气的 妈 行了 你们该忙忙去吧 等你们不忙了 再回来看小枫 等你们不忙了 好